你是要睡到什麼時候 既然把女士的話亮在一邊 你真是沒力量 欸 她有聽到 講講 我又在寒面 這令人毛骨送來的黑色 從畫下外 畫架處蔓延開來 這個下面看起來 黑黑暗暗的 仿佛像是有一個很高的人 名為莎卡那180從畫中出現 怎麼會這樣 這邊擺著只有頭部的石膏像 好可怕 好可怕 我一步一步前進 欸 你過來 她叫我過去 我就要過去 快點啊 來到家 怎麼這麼好可怕 哎呦 你既然直勾勾的丁眼女士看 這真的是沒力量嗎 哎呀 你拿起筆了 哼哼 看來我終於找到了一位真正的畫家 畫家先生 也是為了畫好才來的吧 我是為著為你 畫家 這個 哇 她這個下面這個影子喔 我們這邊旁邊四處呢 看得出來 來 整個黑黑暗暗 我看一下喔 死相緊急跟對話履歷 OK 好 欸 欸 看到沒有 啊 按到 回到 啊 哇 好 沒事沒事 嚇我一跳 OK OK 哇靠 直接試 哇 返回標題畫面 哇 這應該要設在最下面吧 哇 真的是 哇 喂啊 蘋果 看來是點擊式 點擊式的油碗喔 好 OK 應該不會有什麼 因為剛才的衝擊 我的手機掉了 沒辦法 沒辦法用了啦 我3310 我3310啊 哎呦 蛤 白了 她發火 希望你喔 未開始喔 就讀到這則紀錄 若是我沒有了 接下來就靠你了 你一定要記的 洗一下三點 不可以畫她 把她想要的圖案找出來畫 圖案只能一個一個畫 你還注意順序 作為參考 我會記錄這四天來握畫的東西 第一天是蘋果 但是你不能直接畫 要把皮M 皮M是什麼 要把皮剝掉 Day 2 阿歐 妳要餵一個拿寫的 拿寫的腐賴毒蘋果給她 一個 一個女人 一定有吃拍鬥 哈哈 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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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先是蘋果 再來是藍色毒蘋果 是蘋果 應該是有人為了練習素描而使用的 呃 噗 你跟說 要不準備好畫畫的準備 你的時間 是首身無極喔 但是 我沒辦法畫啊 嗯 辦法畫在這裡 來 畫畫畫看 哇噗 哇噗 Fire 好像有點刺眼 看著喔 可愛 呃 胸口 胸口 呃 好痛 呃 好可怕喔 其實就是 如果是以真實事件 真實事件 真實事件來看的話 確實是蠻可怕啊 烈靈魂 會為我增添什麼樣的色彩 是如同 寢空一般的 阿歐伊嗎 還是酸酸甜甜的 レモンイエロ 還是說 熱情如火的紅色嗎 嘻嘻 好期待啊 好可怕喔 好無聊而且好惡 難道 只有某人的悲鳴 能讓我滿足嗎 這個聽起來 某人的悲鳴 難道只有直播主的悲鳴 才可以讓肉粉圓滿足嗎 天吶 呃 呃 呃 我要畫 我 我Sketch Sketch 這 這個是 他說不能直接畫 不是嗎 啾啾啾 肖像畫 我不懂 哦哦哦哦 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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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Apple 家裡吃Apple 你的審美 你要去到什麼樣的程度 才敢畫在這裡 哦 我明白了 你是喜歡在腦袋上放蘋果 是吧 好吧 我來為你打扮一般 啊 戴了 啊 戴了 哎呀 啊 嗯 咳 閃電 受害人在工作室內被重物砸中腦部 當場去世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的遊戲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啦 我們今天已經完成了其中一個結局 那剩下的47種結局呢 我們會分47天依序的玩給大家看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奢處陪伴台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啦 大家謝謝 掰掰 啾啾啾啾啾 哒哒哒哒 右上角的迷之按鈕中有史相緊急近期對話履歷 供您確認 記得看看唷 不是啊 他不是要肚子餓 比笑是太短了 肚子餓吃蘋果啊 啾啾啾 啾啾啾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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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放在手上啦 來 玩笑看我用我的熱情如火 嗯 好吃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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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りがとう 鳥 そ 受害人 受害人在工作室内 皮肉被剥掉 只剩骨头当场去世 Oh my god 还在那边唱rap 等一下 我现在 我要先剥皮 剥皮的苹果 等一下 我现在没办法左转右转 我可以打电话吗 注意顺序 要把皮 对啊我知道要剥皮啊 可是豪突剥皮 剥掉皮的苹果是黄色的吧 哦 啊这样说也是蛮有道理的 嗯 合理合理合理 很好吃 哦 原来是这样子哦 本来 我想要给你吃 要不说哦 今天我就先忍耐一下 哦 OKOK 他吃饱了吃饱了 哦 他这里黄黄的了 OKOK OKOK啊 差不多 应该睡觉了 来 给我把布盖上 来 我给你看布袋 我国防布 国防布给你盖起来 好 第一碗 OK 奶酥 趁现在早早出口吧 先打电话 这应该只是提示而已 有一扇歪曲的门 好快出去 OK Nice 灯 有一盏灯 看起来像是客房 摆着点亮的油灯 什么都看不到 天花板有一个椅子 桌上什么都没有 然后这个是门 打不开 然后这里有一幅画 先点起来 现在看起来像是 后面看起来 这里感觉像是狐狸 还是有什么在闻 那右下角有一个 拿着笼子的 的的的的 看起来 很像主人什么之类的 对 重柱和老话都很严重 有一个小西 西边 哦这是马啊 不是狐狸啊 小男孩跟一匹马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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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躺在了庄上 我会出去 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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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啦 我失败了 明明按照记录来画 这个女人 有那么多变吗 忽一忽一忽 quests 记得 сот 算了 就在 接下来 所有人都坑死 都怪你那个画商 非要带来这幅画 唉 差点被资钱 来这里的 恶劣收藏机的纪录片了 居然利用这个 信任坑派别人 然而我也没想到 真的能被诅咒 我还以为 这幅画 能卖点钱呢 大小姐 我只是个画伤 你饶肉我吧 这个 欸,剛剛...剛剛是正前的 啊,之前的那個畫家 前一任畫家 我好像睡著了 我來全部吃飯 早早就出門聽一下講講 好,門消失了 好痛 哎呀,你怎麼穿行 欸,這個視角不錯耶 它是一個仰角的視角喔 這個畫的構圖 花生的變化 我剛才覺得太煩了 你會一直睡下去 我們這些畫 因為會因為長時間歌字 忘了畫師 你應該不想讓我忘記你吧 哎呦 哎呦 這個 蛤? 蛤? 每一個章節都會回到這個嗎? OK嗎?還沒好嗎?還沒好嗎? 擺在這裡擺放的一直是水果 同樣的味道 趕快寫 我要給你驗見啊 手機手機 和他獨處的世界充滿甜美 他一定很想蘋果吧 有餓了嗎? 我知道了 雖然我是個雕刻家 但有時候也會畫畫 我會為 我會給你畫出有美味的蘋果 當然肯定會剝皮 啊 等一下 我知道了 我把你裝飾在畫廊裡 肯定會有人完成你 完成你的人出現 所以你肯定會原諒我吧 嗯? 這感覺乖乖的喔 呃 我給你畫其他顏色的典型 求你給我等一下等我啊 不能著急 他的話語中隱藏著線索 不光是味道 顏色也是讓他 顏色也讓他厭倦 那畫中水果的顏色是 可惡就沒有更多提示的紀錄嗎 不要都有挑戰解釋大小姐 我都說我不是畫家 他的話語中 藏著線索 但 空空如也的茶杯 馬卡龍 馬卡龍是粉色啊 馬卡龍 馬卡龍粉色啊 這個是什麼 看起來很纖細的樹 盤子 好 這一定是有要探險 先找到一些關鍵的道具喔 然後 好 蘋果 蘋果拿到了 好現在應該可以畫了 我想一下喔 我想一下喔 呃 他是說第三天要藍色讀蘋果嗎 我記得有人是這樣說的嘛 對不對 藍色讀蘋果嗎 藍色讀蘋果 他說這樣子的話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他說如果這樣子的話 他就會 他就會什麼肚子 所以一定不行啊 他剛剛是說 他剛剛是說 這次好像是餐桌的話 桌子上有蘋果甜瓜香蕉爐 呃 這個是鳳梨等水果喔 我這裡能擺出來的 只有水果 總是相同的味道和顏色 誰都會感到厭倦吧 呃 嘿 我這裡能擺出來的 只有水果 只有水果 他說只有水果耶 那應該是蘋果吧 這馬卡龍 好 好 只有蘋果喔 可是這裡其實已經有蘋果了 我覺得他馬卡龍好像有點偽耶 讀蘋果 他這個紅色是什麼意思 餐桌商 呃 這一次應該只能擺一個東西吧 對不對 馬卡龍給看看 不行啊 他都說只有水果了 不行不行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藍色的 又是蘋果 昨天是蘋果 今天也是蘋果 如果是蘋果還好 但是直接 直接端上來一整個 敢說你渴望做那種 被蘋果填滿起來的夢 受害人在工作室內 被眾多蘋果煙埋當場去世 敷衍 武士啊 我是照著訊息寫的啊 真的要給馬卡龍 麻吉卡 沒有味道啊 我拿走馬卡龍 嘴角是什麼東西 幹公 你偷偷的把點心毒吞了 我就要想辦法 讓你這件 被一件的嘴巴 再也張不開來 我可是很擅長縫刃 啊啊啊啊 偷吃 縫了 不能偷吃 再確認一下 話簿上已經有了 他 他說能擺出來只有這些 訊息也會騙人 訊息確實有可能會騙人 他說又是蘋果 所以不能是蘋果 馬卡龍 我這裡能擺出來的 能擺出來的只有水果 他說只有水果 我想看我想看 他能擺的只有水果 只有水果 他說一整顆端上去 他不爽 他不能接受一整顆端上去 所以 一整顆他不要啊 蘋果他也不要啊 不可能是馬卡龍吧 他說擺出來哦 擺出來是水果哦 他手上應該不是水果吧 馬卡龍 馬卡龍 親一下子啦 你打算畫在哪 這樣我是吃不到的 等一下等一下 這樣 呃呃呃呃盤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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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盤子 在空中畫盤子 畫家先生是不是覺得 畫在哪裡都沒問題 哎呦 哎呀你看 啊 盤子打碎了 救命 百般安 帥人在工作室內 全身碎裂成好幾塊 當場去世 我的夭壽鬼 其實我是為了成就啦 我是為了成就 我真的是為了成就 對 好 那我大概知道 我大概知道了 嗯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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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啊 我知道了 盤子 藍色的盤子 藍色的盤子 盤子上面出現很棒美食 這絕對沒有問題 嗯 能擺出來的只有水果哦 能擺出來的只有水果哦 哦 蕭好皮的水果 哎呀又是蘋果 昨天是蘋果 今天是蘋果 如果是蘋果還好 但是整個端上來 難道叫你要 哎可不是啊 哎呦 哎呦 呀呀呀呀呀 屁勒 這樣也敷衍 好 反正盤子一定是正確的 好啦 看來真的是要馬卡龍 真的去洗 沒辦法切啊 我們又沒有刀子怎麼切 好好好 馬卡龍 馬卡龍一定是有顏色的 你很懂吶 但是我感覺這個馬卡龍很無趣呢 看它的顏色跟旁邊的甜瓜 啊啊啊 對 對 紅黃 紅黃綠 紅黃綠 所以它應該是藍色的 哇 哇看 好 喔 它給我一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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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它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們要藍色的 沒錯 是幾個意思啊 呃 呃 受害人的上半身 深深地陷入到地下 當場去世 入土為安 成就已解鎖 好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真的完全懂了 來 合理啦 合理啦 它線索都在裡面嘛 所以你的盤子 你的盤子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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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顏色 沒有顏色 不是喔 這個不是沒有顏色 好好好 紅色有蘋果 那就黃色啊 怎麼樣 黃盤子可以吧 反正 反正只要可以不一樣顏色 我覺得應該就OK 藍色 穩了 這個 讓人毫無食欲的顏色 是畫家先生的審美令人擔憂啊 但是顏色 但是顏色的確和那些水果不同 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好吃吧 怎麼樣 是不是不錯 怎麼樣 小姐 大小姐 是不是比你想像中好吃的多了呢 不管是顏色和味道 都不能靠外表判斷 沒錯 就跟人一樣 顏色和味道 是不能靠外表來判斷 這個位 馬卡羅尼 變成了法式的顏色 OK啊 啊 又下雨了 怎麼最近一直下不停 雨 背景畫太淡了看不清楚 差不多該休息了 明天記得要早起了 畢竟 畫家先生的工作 這是我以後啊 不是啊 他每天就吃吃吃 只要知道吃就好啦 鬼吃啊 吃吃吃 這是一個養公主的遊戲嗎 看起來很像是喔 看起來很像是喔 來我們看一下 好打不開嗎 門打不開 好睡覺 好我覺得我已經開始逐漸 逐漸掌握這款遊戲囉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喔 睡高 有想 啊 好像要得救了 如果那個收藏家 不把畫送回來的話 就不會變成這樣了 他跟我有仇嗎 雖然的確是我賣給他的 這如同黑暗的畫室 這如同黑暗的畫室一樣的空間 是這幅畫創造出來的嗎 筆記本電腦也連不上 而且沒電腦 然而既然這樣 還是有訊息不斷的發過來 這些消息 恐怕是曾經被這畫 囚禁的人們的記憶斷片吧 之前這幅畫的主人 是失蹤了的收藏家 前面的留言似乎也是來自他的 這個空間 可能儲存著犧牲者們的記憶 只有同樣被囚禁的人才能賭取 幸運的是 之前對這幅畫的調查結果我都記得 只要結合他們的記錄 滿足話題做的要求就能得救了 只要能解開 頭戴蘭花的少女的秘密 OK喔 好喔 簡單吧 欸 小王子 你怎麼出現在這裡 好 GO 好在意那隻嗎 啊 好 Let's go 好這邊又可以再往左轉了 這裡有一些 小天使 是指上空的天使雕像 也就是藍天 藍天 然後 拉公的天使 吹喇叭的天使 藍天 有一個藍天 有一個王冠 打不開的門 傳來的不祥的氣息 打不開 東西滾落 再回去看一眼 有一棵巨大的樹 打不開 好這裡有好幾個畫面 聽上去 聽上去好像是在打呼 某處傳來的開門聲 好我們先去 阿毛咪 阿毛咪 阿 阿 他醒來了 阿 李慶亞 李比掌喔 早起了不少 我總是起得很早 每天都等你到天荒地啦 哇他也很幽默耶 畫又發生了變化 看一下子 畫家先生很擅長讓女士的畫感到無趣 畢竟你看上去也不喜歡交流 因此我希望你今天給我一個很棒的交流對象 呃 他要有一個交流對象是不是 Day3 我們已經順利活過第三天了 他這不錯一張節一張節這樣子也是可以 你要休息一下可以 和我交流的最好是可愛的動物 顏色的話這樣吧 就選擇我披肩的顏色一定很大 來來來大家看一下他披肩 在我的上面也是紅色的齁 OK我們已經順利破解了 順利破解了 說什麼動物不精精達心我畫得太醜 明明是因為大小姐你性格惡劣被他們討厭 CALL 本來想先畫一個鳥籠 但一直和我抱怨鳥籠是空的 就不能耐心等待一會嗎 這大小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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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開門 床單 缺了一條腿的桌子 這裡有個鳥籠 好我們先離開 然後我們再去別的房間 打不開 天空是藍色的 其實青鳥也有青鳥這麼一說 青鳥一說 我想一下他如果說 如果說 你要讓 等待什麼雙臂張開 披肩的顏色應該是 我怎麼會知道他披肩的顏色 對不對 我覺得應該不可能瞎猜啊 他想要抱貓嗎 懷抱叉叉的少女 我先放個籠子好不好 鳥籠 綠色啊 沒差吧 鳥籠 你把小鳥帶來了 可是這個鳥籠是空的 難道說你想住進籠子嗎 等一下不是不是 啊啊啊啊啊 哇 涼了 受害人在工作室中的小小鳥籠 被以壓縮的形式當場去世 不速啊 不速啊 請你繪製一個和我披肩顏色相同的可愛動物 好 披肩相同的 好 打當 嗯 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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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著美麗的毛 有著美麗的毛強勁的四肢 有著美麗的毛強勁的四肢 是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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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披肩顏色 不是我覺得絕對 你絕對不會知道他的披肩顏色是什麼 懷抱 嗯 貓 先貓吧 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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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隨便上一個顏色看看 哇 是小貓咪 雖然樣子奇怪 但這次我就放過你吧 啊 好可愛好可愛好可愛 摸牙摸牙摸 喵 貓肉出了很難受的表情 喵 喵 喵 嗯 啊 好痛 呃 呃 呃 哇 哇 又涼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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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沒關係 沒關係 好好好 OK 我先看一下我的Sketch OK我Sketch 該有都有了 好 有茄子色的毛 是是 畫畫嘛 畫畫 你知道畫畫最重要是什麼嗎 天馬行空 分析很重要 好啊 你想要鳥我就給你鳥啊 我 哈哈哈 鳥鳥鳥鳥 青鳥青鳥 青鳥 青鳥可以帶來幸福喔 青鳥是可以帶來幸福 是有這個說法 但是鴨子還是鳥 是小鳥 小鳥 雖然有點大 但我就放過你吧 阿 他擺出了包著東西 不行去給你,才把東西畫大 啊 好可愛 夭壁 OKOK 好好好我懂了 我们先把鸟 不对我们先我们先放猫 因为他是要怀抱 我们先放猫 我们先来一只黄猫 黄猫合理吧 但是为什么画在那里 希望你能把小猫亲自送到我手上 所以他手上其实应该要有一个笼子 笼子我们要换成别的颜色 对 鸟笼子 等一下等一下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不是等一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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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等一下等一下 你要先拿笼子 我让猫进笼子 你这样不就会拿到 你到底是疾屁疾哦 可以还是马 我干嘛 超大只 我先骑白鸭啊 黄猫 好不好 好 然后 等一下不行 笼子先不要出来我们先放鸟 蓝色的鸟 Bloober 为什么要画在那里 呃 啊 小鸟被吃了 画的先生你太过分了 这幅光景不能画在女生面前啊 你也来体验一下小鸟 不是啊 帅人在工作室内被什么动物肯蛇耻 死状极其惨烈 我是你叻 有没有可能是火鸡呢 红色 好 好 我想想 我想想 呃 我先画 我先放猫 我先放猫 然后 我先随便一只黄猫 然后 我再放笼子 这绝对合理吧 然后他就问我为什么要放笼子嘛 对不对 不肯画在我手上是 故 是想故意恶心我吗 还是说你想成为我交流的对象 别看我这样 我也算是一个社交名流啊 我可是 ZOZO先生呢 啊 哈 哈 哈 诶 诶 啊 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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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玩 有洗头吗 有啊 我特别settle 我特别settle 出来给大家看 怎么会这样 我先想看 鲜化鸟 好不好 鲜化Bloobur 鲜化Bloobur出来之后 可以可以 我会把它带到你身边的 然后 鲜化Bloobur 然后 然后 笼子 对对对我是为了小鸟才画鸟笼 合理吧合理吧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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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转过身不看我了 要怎么做才可以拉回鸟笼啊 来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你放鸟就好啊 鸟 鸟 鸟 你之前不是画了小鸟吗 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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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鸟快过来 为了鸟笼要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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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肩的顏色,你看我們剛剛鳥 我們剛剛鳥是藍色不行 P肩喔 不是啊,我怎麼會知道他P肩什麼顏色 他這個他沒有線索顯示他的P肩啊 這樣是合理的嗎 這個隨便一個顏色都可以吧,他沒差吧 他不回來我可以再畫一隻鳥啊 不行嗎,可以吧 來你啊 貓咪 好好好,飛飛飛,鳳飛飛 歡迎回來這才是你的家 小鳥顏色跟我P肩一樣都是紫色 不是,How do I know是紫色啊 他剛剛說要把你變得跟他P肩一樣 啊 對耶,大黑說的對 大黑說的對 他的提示 他的提示在於你的死亡耶 對不對 你死了 紫青 紫青跟他的P肩顏色一樣 合理 合理 哦 這樣不錯 這樣不錯 這招蠻陰的 這招蠻陰的 可以可以可以 哎呀 他又是落後天 主張開始 掉落後天 是不是你的陰暗感 給他呼喚到這邊呢 好啊,都不看提示 不是他沒有 他沒有 發明一下不再看 沒有在看提示的啦 今天到此為止你可以回房睡覺了 OK 輕鬆啊 完全沒有問題啊 睡覺 問題就是 為什麼只有這幅畫被詛咒了 現存的其他 頭戴蘭花的少女 都沒有出現過這種詛咒的傳聞 是不是和這幅畫 是不是和畫這幅畫的畫家有關係呢 這幅畫上面沒有畫家的簽名 不過通過追溯之前的主人 就能查明 從收藏家 雕刻家 到地主 可以得知 可以得知 畫家的名字就是 德雲 德雲 什麼間優 難道是跟阿雲有關係 跟我大筆雲有關係嗎 他已經去世了 而這幅畫最初的犧牲者 便是收購這幅畫家工作室所在土地的地主物 簡單的推論 這位畫家與模特之間 恐怕發生了什麼恐怖的事情 偷戴蘭花的少女的結局 無人知曉 假設 這是系列作品中的最後一幅畫 假設 少女的怨念 寄宿在畫中 引發了詛咒的話 少女 可能被那個畫家 殺 殺 殺 你剛剛還有念出來 我以為你知道 我怎麼可能知道 我當然不可以知道啊 我就算知道 我也要不可以知道啊 怎麼可以 窗外傳來了吵雜的雨聲 呃 起床囉 欸 左上角都有一個骷髏頭 那隻小鳥 飛去哪裡了 你畫出來的東西 總是立刻消失 這樣的話 想要完成我 豈不是遙不可及的夢 而畫下心旋令 也差不多要消失了 蛤 嘿嘿 但是這麼做有些過分對吧 所以我最後 給你一個機會 你要和我玩一個遊戲 遊戲? 要是贏了 我就把樓梯修好放你出去 哦 好好好 ok 只要你能贏的話 好 okok 如果會法文的話 可以知道 畫最後要變什麼樣子 哦真的假的 要知道法文才行哦 先去找無樣寶物 好 遇到瓶頸可以找他幫忙 ok 金物畫中的其中一主題為虛空派 寓意為人生之虛空 乍看上去 畫上的每一件物品都毫無關聯 但實際上都有象徵含義 雖然畫的解析多種多樣 不過我可以從我展示過的作品中 舉出幾個例子 樂器呢 表示人生的刹弩感 蠟燭或是油燈呢 表示的生之夢幻 書本或卷軸呢 存於現世的無常智慧 王冠或寶石呢 表示富貴之虛隆 還有骷髏 象徵死亡啊 他或許就是約束死亡的死之化身吧 所以呢 誰都不能在死神的遊戲中勝出 我的精神已經 呃 瀕瀕崩潰 至少在最後一刻為了他 把他裝飾在畫廊中吧 希望他能找到一個好的畫家 啊 我知道 當然要擺在最裡側 沒有燈光的昏暗展示室內 嗯 好 骷髏皇冠書本蠟燭樂器 骷髏 看一下他的提示是什麼 房間裡畫的 房間裡畫的 唉 唉 你不是說可以跟你商量 嗯 看一下齁 夫本 夫本 我們需要夫本 唉 這個門可以開 八八 鏡子 八八 一 這個也可以進了 嗯 太暗了什麼 照明工具 照明工具 手機啊 唉 手機不行 骷髏頭 好 等一下 王冠 好 王冠有了 然後 天空 喇叭 喇叭喇叭 樂器 喇叭就是樂器 喇叭就是樂器 OKaryn 沒有 voce 沒有問題 軟 不要一直依賴手機 燈 燈燈燈 對燈燈燈 好把燈帶走了 黑暗的房間 呃 這個這個 這間 登登登 atlunt 欸不是不是不是走錯了 是皇冠那一間喔 呃 呃 沒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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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火啊 它有我的靈魂之火 可以幫我點燃吧 對對對 這就是所謂的當局者民 我這裡可是有很多 來 用這個把燈點著吧 哦 等於我現在只剩下兩次機會了 好 哦 在火光消失之前 好好查看一下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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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本 書本捲軸 書本捲軸 啊 不自然的空位 對啊 哦哦 他哦 OKOK 他的花要擺在這裡 OK 書本 好 手機響了 呃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什麼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上面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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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 好 我看一下 啊 為什麼要把這幅畫帶回家呢 這裡我見過是那個畫家的工作室 和放這幅畫的地下室一模一樣 我被關在的噩夢當中了 我真的是 為什麼要把這幅畫帶回來呢 我是不是再也不能見到契兒了 畫中的他不停向我低於 要求我 為他作畫 恐怕是把我當成畫家了 神啊 請你原諒我小時候從來不好好上美術課 你各位再不好好上美術課啊 美術老師都生氣了啊 呃 我的美術成績一直都是F 不管畫多少張也不夠 不管畫什麼樣的話 都無法傳遞給他 已經沒有時間了 與其在房子裡閒光 不如趕快為他畫畫吧 哦 哦 好 沒拿出來 很難再找到了 呃 等一下 但是我們要五樣寶物耶 等一下等一下我們要五樣寶物 我現在還沒有再等啊 等等等我看一下 蠟燭蠟 蠟燭蠟 我們需要蠟燭 蠟燭蠟 蠟燭 呃蠟燭 哪里会有蜡烛 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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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这应该是不能按 OK 好 先去其他地方看看 我都去过啦 对啊 六叔 玩个忙吧 六叔 好 我想想 我想想 诶 等一下 等一下 这里面会不会有蜡烛 唉 好 看来不会有 一 我想想看 书 上面写着什么呢 诶 有灯在这 有灯在这 有啊 12345 五个我都找到了 可以画了 做好准备啦 OK 一只脚 蛤 请你把收集的东西 按照顺序 逐一画在床上吧 颜色的话就这么办吧 之前我对你太严格了 哦 自己选是不是 哦 他也不是什么恶魔 呃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等一下 最后是那个吧 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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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 乐器 月辣书 月辣书 冠 哭 月辣书冠哭 月辣书冠哭 好 来 哦 天使吹奏的东西 来 喇叭 哦 乃书 确定选这颜色吗 嘿嘿嘿 画下一个吧 戴在头上 啥啥啥啥光的 哦哦 他他会主意告诉我就对 王冠 蓝色王冠啊 头戴兰花的少女嘛 画一个可以翻开的东西 书啊 书 黄色小书 哈哈哈哈 正确不愧是画家 对对对对 哦 好 没问题 是是是是 你都说叫我自己选的 没差吧 画一个会发光的东西 但你不能给他点火哦 对我来说太亮了 好啊 没有问题啊 呃 不能点火 黄色跟红色都是点火嘛 那那就 绿绿绿绿色 好 是画家先生不久之后的样子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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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跑不要 完了完了完了 等一下我看一下还有什么 紫色紫色紫色裤头 紫色裤头很合理 啊不对 紫色裤头是他 妈 在我准备上 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准备 嘿嘿嘿嘿 我们开始吧 开开开开开 小车 你要开始什么 啊 祥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祥 你的 统统随机选一个 然后藏起来 那 That's what I always came to know 你要将这个东西 你 什么意思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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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想一下哦 黄书嘛 黄书只哭 红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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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罐 藍罐 然后绿灯 OK 记得记得记得 可以可以可以 来 什么意思 找出书来啊 黄色的书啊 它提示还给蛮大的 书读越多 自己的世界越宽广吧 当然啊 来啊 轻松啊 考我这种东西 黄书啊 还是黄书啊 你一直把我的黄色小书藏起来 这样真的好吗 红疤红疤 拜托 我们是做这种 视觉相关的这种东西 你怎么可能难得到我 蓝罐啊 这真的是轻松啊 给我一个奖励 谢啦 呃 绿灯啊 啊 按错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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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給一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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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再給一次機會 綠燈啊綠燈 欸 靠北靠北 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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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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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張緊張就會出錯 差點事故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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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鬆吧 野倫家 遊戲才剛剛開始 還要繼續嗎 對啊 我已經要不行了 有沒有提示啊 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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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前最真愛的人偶 技術者 靈魂 而我就是收集這類作品的人 難道說 這個空間就是畫的記憶 為什麼他想要的東西 總是碰巧出現 他又是在何處 被描繪出來的呢 環繞整個工作室的門 究竟連接到何處 啊 我現在馬上就能找到 這詛咒之深淵的真相了 然而 在他 和玩 在和他玩遊戲之前 就耗光了力氣 是不是漏掉了什麼東西呢 明明明答案就在眼前了 明明答案就在眼前了 我不行了 他在看著我 意識在逐漸遠去 希望下個畫畫的人 能夠解開這個舉咒 OK 來 繼續啊 嗯 哎呀 哦 他戴上皇冠了 你的靈魂和你的送命一樣 已經是風中禪煮了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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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人人都是平冷的 最後難免會生老病死 畫是永恆的存在 哎呀 在此處對著這個畫 對著這個畫 對著我發出讚美之聲吧 之前那些人啊 到這一步都是瘋狂哭喊的 但你看起來莫名其妙的忍靜 是因為最初開始就放棄了嗎 你還是是一位 能與我媲美的陰暗之人 說起來之前也有一個 和你一樣陰暗的人為我做話 是什麼時候 是誰來著 好幾年前的事情 影子 什麼意思 蛤 蛤 我看 OK 嘿 嘿 嘿 哦 哦 哦 蛤 蛤 這馬起來 你能聽到我說話 讓我告訴你 我繪製這個肖像話的故事 讓我告訴你 和他一起度過 充滿色彩與喜歡的七天 還有 還有什麼 你的靈魂在最後會出現什麼樣的顏色 晚安囉 蛤 蛤 還有 我的 墨 他就是前畫家 他就是前畫家 這個髮型越看越可愛 換個 也換個紫色應該很適合 但下面都怎麼紅紅紅 黃色呢 還把這次加來第幾天啊 今天我有一份新的工作 接到一位老富豪的委託 去他遠離市區的別墅 繪製肖像畫 但是聽城裡的畫家們說 這份工作有那麼一點非比尋常的味道 穿過繁花盛開的庭院 我眼前出現了那棟莊嚴的別墅 我整理好儀表 按響了門鈴 隨後傭人帶我進門 走在別墅內 我感到無比的昏暗與沉悶 我沒有看到身為委託人的老富豪 他似乎還在房間裡休息 最終我來到了頂層 剛進入房間就提到了什麼東西 那是一個蘋果 在蘋果的另一端 有一位待在昏暗房間中的少女 和沉悶一樣 他偷在著蘭花頭是 然而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是他看向我時 那雙大大的眼睛 眼睛的顏色是 ど、ど家、ど家還是 你是想要看看什麼時候 快點 趕女視野話亮在一邊 真的嗎 怎麼回到 回到一開始時候了 蛤 啥 難道說 這是你第二次見到我 怎麼 我在輪迴 蛤 Day One Plus 一 一 小刀和蘋果 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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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 小刀 小刀 刀子出現了 OKOK 哎呀 有過來一個四個畫家師傅 真的很辛苦啊 主人就不用說了吧 希望那個孩子能喜歡你 好啦 這是你學妹的小刀啦 盡情夜畫家齁 因為沒有跟蘋果消耗啦 哇 我夠奇慘啊 我跟你說 但是喔 你不要在地看喔 我們要先下去了啦 本來要穿褲子啦 啊 不知道喔 只會喔 可以動幾天啦 先拿個盤子 怎麼這麼微妙 這動作好像有點不一樣 這一次是在手配上 雙手疊在腿上 畫的時候不要傷到手指 首先是蘋果 然後再給我一把刀 如果沒削 如果削的沒我好 我會立刻砍掉你的頭喔 蘋果先是不是 蘋果啊 啊 削好的蘋果啊 我就直接變黃色的不就好了 啊 要自己削喔 啊 再畫一次是不是 OKOK 讓他自己削蘋果 紅色 嘿 削皮刀帶是帶來啦 哎呦 喔這樣這樣這樣 白色的刀子 很擅長削皮 讓我削出一個美味的蘋果吧 對啊 畫發生變化了耶 聚精會神的削皮 蛤 啊好燙 哇 蘋果爛掉了 這個蘋果 還真是拜託 心靈手巧的畫家先生吧 要是你削得比我慢 你就等著瞧 我已經握不住畫筆 很快 周圍的黑暗 將我包圍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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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他沒給我時間啊 等一下他沒給我時間削皮啊 他沒有給我時間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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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覺得我覺得刀子的方向可能會不一樣 為什麼會這樣 啊這是什麼意思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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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Apple 來 您的刀子 好好你你你拒經會想好痛啊 然後削完啊 揭開啊 這蘋果 對啊 削的比我慢你就完蛋了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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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可以做事啦 喔我剛剛蘋果放在手上才行 快快快快快 OK懂懂懂懂懂懂 OKOK懂了懂了懂了完全懂了OKOK 沒問題 好的好的 剛剛沒看到他手已經發生變化了 紅色的 紅色的蘋果 紅色的蘋果 來來來你最喜歡的刀子 送給你一把刀 你要把他當大人看你幹嘛 我沒有亂來啦 我在家也都這樣子啊 啊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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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削的比你還快 來 快快快快快快快 黃色 奶酥 漂亮吧 削皮手法好笨喔 不過也算及格了吧 18 不錯吧 奶酥 好 嘿 呃 好 好 好 OK OK 睡覺睡覺 喔 好好好 睡睡睡睡睡 蛤 都要重來一次嗎 第一天的糟糕 第一天的結果糟糕即 雖然聽說過傳聞 但我沒有想到會這麼過分 因為屋裡太暗了 我剛拉開窗簾 文件少女突然性情 大悲 下個瞬間 蘋果砸了過來 直接砸在了我的臉上 他命令我趕快削皮 沒有辦法 我只要去找傭人 借小刀 然而這次他卻罵我削得太慢 我想抗議 但又想起 委托人的吩咐 海星忍了下來 最終 我回到為我準備好的客房內休息 深深的 燦了一口氣 唉 我真的能在那間房子裡面 為他畫肖像話嗎 對此我完全沒有把握 此時 我想起了 傭人們告訴我的委託人 的吩咐 別惹他發火 有趣有趣有趣 醒來時已經是中午了 昨天太過疲憊 就睡過頭了 唉 等一下喔 好 OKOK 瞧一下畫面 我向窗外看了一眼 發現外面在下雨 隨後我趕快來到頂層 不知道那位模特兒 那位少女今天的心情如何 他的態度和昨天一樣 一直很不爽的樣子 為了躲避定期飛過來的蘋果 或是鳳梨 我不得不時刻保持警惕 他一邊喊著 畫家應該要好好思考餐桌的配色 一邊叫我去端馬卡龍 走進廚房的時候 那些傭人們紛紛朝我偷來憐憫的目光 我 我是來畫肖像畫的耶 我不是來倒茶的 唉唷 醒來了醒來了醒來了 雨後空氣了 好 被賞了一巴掌 好這個落地方是很漂亮喔 對對對因為是第二天都一樣了 啊 好我們大小姐已經等得快不耐煩了喔 好下午茶時間 J2 PLUS 現在只有馬卡龍吃多了會口感失的啊 好好好紅茶紅茶我知道我知道 紅茶我知道紅茶我有準備 OK 等一下我們再看一下應該還有其他東西可以拿 盤子 哎 盤子啊你沒有盤子 你杯子沒有擺盤子一定會出事吧 呃喇叭 天上 天空上方是天空嗎 枯枝天空 對啊是天空的意思吧 這個房間的門 然後看一下這個裡面 好 每東西可以拿 一隻 喔 喔 他這裡已經有盤子了啦 他這裡已經有盤子了 紅色 享受各種味道是很開心的事情 但是吃多了會口感死而臭 來 畫 一定要找到合適的時間 把泡好的茶端上來 咦 咦 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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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只能是紫色了吧 紫色的茶 嘿嘿嘿 嘿嘿嘿 嘿 不知道外面的畫家先生看看人家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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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藍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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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死 嘿他說要在合適的時間喔 合適的時間 紅茶 紅茶紅色的 沒問題吧 對 哈 哈 我 不是 是 咦 等一下他說合適的時間是不是要等 是不是要等 還有紅色 那我就等啊 他 啊啊啊啊 好啊我以為是可以拿給他 喔喔 好好好 他會吃就對了 哇 等一下他合適的時間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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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茶x3 它現在很痛苦 你畫畫的時機把握的不錯 但是你用顏色並不是一流的水準 快快快快快 紫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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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很出色 好好好 沒關係吧 還可以吧 好險好險好險 合適的時間要在阿塔房間泡嗎 一定要啊 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對 這樣就穩 好好好 又可以睡又可以睡 好晚安 女郎來吧 來我房間泡茶 這是一種邀約嗎 鋼鐵紙塔的這個邀約的方式是可以的嗎 是好的嗎 這邀法可以嗎 童話 童話 突然 突然好想喝甜的喔 是不是等下來喝一杯珍珠奶茶 在幾乎沒有進展的情況下 第二天結束囉 結束囉 雖然他的態度也是有問題 但更重要的是房間太暗了 聽庸人們說 他嫌棄陽光太刺眼 就有遵照吩咐用窗簾擋 用窗簾擋住窗戶 因為這個眼睛 因為這個原因啊 因為這個原因畫他臉的時候 基本上看不清楚他的樣貌 雖然想要要求他換個房間來畫 但不知他願不願意 好 繼續下一關 來 來 原本接到這份工作的都是城內那幫小有名氣的一流肖像畫家 然而對成品並不滿意的老富豪一次又一次的更換畫家 為了獲得他在這個城中稍有的資本家的報酬和支援 藝術家們爭先恐後的報名參與 然而據說那些結束工作回來的畫家 個個都鼻青臉腫 還念掏著 不能畫他 因為指甲蜜蛋不夠讓他折磨 據說這件事情 一時之間在城中瘋喘 在即將被人們遺忘的時候 最終 連我這個只畫風景畫的人也接到了這個委託 瑞塔 去叫你不要喝甜 哈哈哈哈 今天的他看起來也很不高興 因為他的房間裡飼養的那隻小鳥突然不見了 今天還是鳥王的話 不過樣子看起來怪怪的 我的小鳥 我自己的小鳥沒去的 都怪怪怪先生沒有看著他 畫中鳥龍空空如也 我看到一個鳥屋 那個鳥屋 是那一顆 那一顆的 一隻蠢黑色的黑貓 我看到他逃到那邊的床上了 床上非常暗 完全看不到貓在哪 請你找這隻黑貓 找不到的話 你就要代替他要被我偷走黑色的 哇哇哇 Day 3 Plus 如果砂糖一般潔白的貓 來多少隻我都歡迎 但是我拒絕黑貓 必須把牠們趕出去 我要抓住牠給牠一點顏色看看 找到貓了 哈哈哈哈 貓在用超高難度的動作睡覺 開玩笑死 不自然的做著 OKOK 好好好 好打碎打碎 啊摔了齁 這個是不是預算出了什麼問題 我想問問 現在這個畫這樣畫 是不是預算發生什麼事情 好像是從樹上掉下來 好像是從樹上掉下來 跌落的貓 喔 大概懂大概懂大概懂 大概大概懂大概懂 籠子 打開 誒 這什麼東西 蛤 這樣 在昏暗的筆樹內 尋找闖見的黑貓正是搶人所難 黑貓跑到廚房的時候 好像還把盤子打碎 用了門都瞪著我 我在走廊的鏡頭找到她的時候 她又跑到沒所門的房間裡 沒辦法 只好追上去 另外一側 是少女的房間不相上下昏暗又沉悶的空間 為了尋找如何在黑暗中的貓 我把燈條更亮了 然後 我看到了這個房間的牆 那裡掛滿了肖像畫 恐怕只吃錢的畫師 為她畫的吧 畫中的少女端莊的作者 眼睛注視的前方 不知我能否畫出 比這些更粗色粗色的作品 只有暖爐上方的畫不太一樣 看上去很古老 畫上有一條小溪 小溪邊上有一個男孩 他手中好像捧著鳥籠 雖然畫面老化得很嚴重 但還可以看到一個男人的身後 還站著一個人 那個男人 為了男孩 拿著傘 溫柔地守候在一旁 如果你想要這幅畫 我就送你吧 反正 他早就已經不在這裡了 趕快帶著他滾出去 回去幹活 什麼意思 夾在門縫中的貓 啊 啊 怎麼了 等不了馬上過來畫畫 畫畫畫畫畫畫畫 斷墜的時間到了黑貓 欸 呃 呃 是誰放走了我的小小鳥 呃 呃 貓 不是啊 我怎麼會知道貓要什麼形態 它在黑暗中 不是都看不到嗎 欸 按錯了 顏色不對啊 再給一次機會吧 繼續找 繼續找 OKOK 唉唷 喔 是這樣嗎 黑色就看不到啊 你找的貓在哪裡 你找的貓在哪裡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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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喔 這裡還有一個 這裡還有一個 有一股既視感 好 好好好 因為太黑了 所以根本就看不到 所以全部都是應該要有顏色的 對對對 好好好 懂懂懂 一個整個的貓 那你會不會看不到 那你會不會看不到 還有多少隻貓 好 一整個都看不到 快到就會看不到 是甚麼 你會不會看不到 profitability 这是猫的颜色 你们有看到吗 这不是猫的颜色 猫的形状啦 好好好 我画失败了 好我画失败了 我知道 但我知道了 我已经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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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已经知道了 我已经知道了 完全知道了 马上破解 没办法再找下一只了啦 好了好了好了 OK OK 完全 完全 哇 这个这个关卡非常不错 这个关卡很好 这个关卡非常好 来来来来 可以可以 来来来来来来 猫咪 等一下 我们应该先 嗯 那个是尾巴吗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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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 白猫来几只 他都不会介意吗 好 哇 他这个这个设计真不错 这个设计真不错 他会帮你置中就对了 这样 确定是这样吗 呃 怎会帮你拼 lower 它会帮我拼ต 是吗 好 没问题 這個真好這個真好耶 非常好耶 沒錯他在正中間 超讚 抓住啊 喵 所以右下角他剛剛那邊顯示說感覺好像很熟悉 合理合理合理 對就是他 他被冤枉了 他是白貓耶 你說的對 對啊 溫柔啊一定溫柔啊 謝啦 看你長相就知道你很受動物喜愛 這倒是真的確實 好 要回去睡搞搞了 話說我好像 產生了一種在找東西的感覺 到底是想找什麼 喔 喔 喔 好 對 睡 王者喝茶 王者喝茶 百爸來我們家做客啊 欸百爸 大家說想要聽你喝茶的聲音你要不要喝給大家看 啊 王者喝茶 超爽的 今天真倒楣 似乎把這裡的主人給惹毛了 主人給我這幅畫 又扔給我一隻貓 客房的空間變窄 在我束手戶測試時 貓從架子的縫隙中抓出了什麼東西 好像是一本破舊的筆記本 我記得燈光仔細查看裡面的內容 沒有你不夠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啊 真好喝 耍爺 我是吸茶杯啊 我確實是吸茶杯啊 你這杯茶感覺口言長出來 因為我剛本來水倒太多了 沒吸到那個 蘋果削皮之後才可以遞給他 一定要注意 馬卡龍的不同顏色組合 OK 千萬別弄錯上茶的時間 不可以把小鳥放出籠子 在床底下也有一個藍色的 在筆記不同的一條條的規矩上方寫著 至下一個可憐的畫家 不太一樣 沒有啦我這個是 我這個不是杯子啊 所以他的杯口 我這個是保溫杯 他就比較那個啊 瑞塔說我覺得我學的比較到位 你學的一定到位啊 你學中五四三的東西 最到位啦 最開始或許是某個人 覺得有趣的寫出來 結果一直延續到現在 他的舉動都像是在主人畫師 為其作畫 在那樣的狀態下 之前畫師根本就無法 耗爲正常學品 不過也多虧這一點 身為無名小卒的我 也能得到這個機會 只要這次工作成功 我就能得到那個老富豪的支援了 OK OK 你畫的東西太昏暗了 我看看其他獲獎畫家那些 色彩鮮豔的風景畫 你竟然沒有通過精心計算 令人印象深刻的 緻密用色 也沒有如野獸一般鮮豔而激烈的用色 你不適合畫畫 不如找其他的出路吧 哇糟糕我被抨擊了 哎唷 哎唷靠腰 我又想起自己參與 成真畫畫師入選的事情 從不夠舒適的床上起來 發現貓已經不在了 最後的目光 落在地板上 我放在包裡的草圖 散落的到處都是 看來 在我睡覺的時候 這位就給我手套跑了 我不停地畫 不停地畫 而我不管怎麼樣去畫 手中的筆都不能自然地描繪色彩 永遠會畫出灰暗的圖 我非常想在畫布上 緬繪出夕陽落下時 瞬間閃耀出的光芒 而如今 只能一邊撿起灰蒙蒙的畫膏 一邊嘆氣 窗外的雨拍打著窗戶 我就這樣迎來了第四天 不知道她從哪裡 弄來樂器 或油燈擺在床上 強行要求我 跟她玩伴家家酒 明明在這種灰暗的房間內 想要看清她的輪廓 都這麼的困難 至少把火再弄亮了一些 難道說她得到了什麼 光照就會死的病嗎 時間轉瞬即逝 這天就怎麼結束 仍然什麼都沒做成 窗外傳來了 嘈雜的雨聲 肉肉好是有說故事 有沒有想要當說書人 我現在開直播 不就是一種說書人嗎 又來了 好閒啊 真的好閒啊 要不要再玩一次尋寶遊戲 不要好無聊喔 你要找什麼 嗯 嗯 J4 Plus 是這裡嗎 是那裡嗎 可能是這邊吧 唉我累了 找東西真的累人 我也動不了 只能趕著急 呃 至下有可憐畫家 好這個齁 馬卡龍顏色齁 床底下有一個藍色化妝箱 別碰喔 千萬別碰喔 千萬別碰喔 唉 啊 床 這裡有一張床啊 床底下有一個藍色化妝箱 嗯不是這個床喔 我看一下那是哪個床 這個可以進嗎 打不開 好 好那就那就一定是這間啊 然後床底下 咦 咦沒有喔 咦 床底下有一個藍色化妝箱 這個門打得開 然後這裡目前看起來沒有東西啊 喔 一模一樣床 對對對黑色污漬 對啊 對啊 蛤 喔 蛤 蛤 化妝水是少女的床 不可以壞壞喔 沒有啊我沒有啊 那女孩又拿主人的東西了 真希望她晚晚就自己放回去 而且畫家師傅被她逼著一起玩太慘 對了你們盡量別碰她床喔 之前我打掃一下床墊 結果她慌忙跑出來說 這裡她自己打掃就好了 是不是偷了什麼東西藏起來 快閉嘴 接下來要打掃主人的房間 為什麼主人要偏騰這個女孩 其實我打掃的時候不小心看到主人的日記 此時我才知道主人的姊姊在她很小的時候意外過世 沒錯是這樣 主人她想要的是死去姊姊的肖像 所以她才把這個和她姊姊一模一樣的孤兒撿回來 那個女孩一直是同一個打扮 是因為主人到現在還是單身 上了年紀以後人都會感到寂寞 蛤 What 我沒有胸巴巴啦 柚子 往下 沒有藍色化妝箱 不能動讓人真不愉快 維持這個構圖也是很辛苦 我要燈吧 我要燈 我要燈 沒有燈 嗯 我是說富豪 等一下等一下 打不開啦 還沒決定話 對啊我還沒決定話什麼 啊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吧 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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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站站 燈啊把燈拿走 先拿火啊 裡面好像有什麼東西在燃燒似乎是一捆紙 紙嗎 嗯 對 對 沒錯 對 洗了洗了洗了 好好好 那我們就出去 然後 畫 畫 嘿 這 這 對找東西啊 好啊 我幫你啊 放進去 呃 黃亮 照亮了照亮了 真的有東西是盒子 想起了信中 短信中盒子的事情 呃 盒子給你 藍色的盒子 我不需要這個啊 這個顏色是 他一直在找的東西啊 這個盒子我好像見過 但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不該打開的感覺 不要開 不要開 手機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想到在某個畫廊中看到的畫 主題是 身之虛幻 在那幅禁物畫中 可以若隱若現的看到混合在閃耀王冠與樂器裡的海骨 那幅畫讓我感受到強烈的死亡感 不知不覺間我發現死亡已經像我逼近 不管有多少錢 都拿不到死亡手中的金幣 能夠安慰被病痛折磨與死神共舞的我 的人只有他 只有和溫暖 美麗的姐姐共度 充滿光明的童年回憶 只有在那無數無法入眠的夜晚 會想在我准便的安眠去 然而我怎麼都想起来 姐姐是怎麼死 沒錯 那天的黃昏和今日一樣 在燦爛到令人睜不開眼睛的鮮喉晚霞之中 姐姐從那個房間廢出去了 留下年幼的我 在畫廊的深處還有一幅以神話為主題的畫 畫中的那位女性打開了充滿災難的盒子 也許我和她一樣輕輕推開了那道不可推開的門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 能安慰被病痛折磨與死神共舞的我 的人 只有姐姐 所以等於說他的現在的這個主人 是有充滿病痛的嗎 裡面到底有什麼 太暗了什麼都看不到 剛剛畫的法文描述 剛剛有法文喔 剛剛有法文喔 畫中太暗太暗了很難看清吧 暫時允許你借助 借助光亮尋找喔 尋悟二 這個 好耀眼 嘿 還是看不見 拿燈的手也累了 哎呀他的手 啊 休息啊 火花下不掉 欸沒有啊 啊什麼 哇 哇 哇 夭壽 我們剛剛不是已經同一陣線了嗎 喔除了燈以外應該還有別的 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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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這看起來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點亮 點亮喔 打不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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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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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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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不 記得有一個更大的窗戶 還有什麼可以點亮 打不開啊 這也沒有別的東西啊 欸 窗 啊 窗戶光啊 光 喔 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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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確實 確實 在後面啊 有光就可以啦 灰的 對對 閃光一瞬間 不但派不上用場 哇 哇 哇 紅色的夕陽 紅色的夕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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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OK OK 好 來來來 紅色的 藍色的 藍天 藍天可以吧 藍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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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亮了 不需要畫晴陽的白天 喔 喔 那是紅色 夕陽啊 夕陽的亮光 好 可以可以可以 怎麼了 又怎麼了 好刺眼 啊 掉 這個光芒是 呃 蛤 不能再讓繪製工作延期了 於是我重新回到他所在的房間 外面的雨已經停了 天色艱暗 我決定戴上燈或蠟燭繼續畫畫 我敲了敲門 但他沒有反應 於是我不耐煩的 扭動了把這 發現門沒有上手 水後耀眼的光芒 從門縫之間 飛入眼鏈 果真 嫌激光太刺眼 是不想讓我畫畫的藉口 我不在的時候 就把窗戶給 啊 眼前 這幅景象 我應該如何形容才好呢 擠進房間的夕陽 第一次將坐在窗邊的他 清晰地刻在我的腦海中 他有著端庄的面容 但是比面容更吸引我的是 飘動的金髮 光澤紅潤的肌肤 竟然在晚霞中的他 逼老人房間中的任何肖像畫 都要美麗動人 原本 昏暗沉悶的房間 混合著夕陽 瞬間填滿了屬於他的色彩 直到太陽下山前 我都一直呆立在原處 未曾動過一筆 哇 哇 他這樣一張截一張截 這樣帶你這樣進去 很有意思耶 在吃整天時 窗外已經被白色的籠罩 在經歷昨天 短暫的休憩後 雨又下了起來 不過下的並不大 取代青盆雨似的是濃霧 他包圍了整棟別墅 然而在這種天氣下 他卻對我說 今天想要出去散散步 環繞著別墅的寬闊庭院 可惡與狼狼狽為肩 一不小心就讓人迷霧 隨處可見的天使雕像 似乎是在嘲笑著被少女團 耍得屯屯正的畫家 他走一會就說累 一定要停下來休息 然後又突然間繼續趕路 為了讓那撐起的綠傘 一直存在在視野之中 我不得不竭盡全力 綠傘綠傘齁 最終耳邊只剩下 綠傘綠傘綠傘綠的雨聲 嗯? 怎麼多了一張椅子 對啊 綠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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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傘 嗯? 嗯? 畫不變得仿佛像是被霧氣包圍一般 因為已經走出來了 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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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喔!他金頭髮整個顏色出來了耶 房間裡面 在房間裡面畫我 一定讓你怨見了吧 因為昨天的事情我已經逐漸清醒 肌膚都有顏色了 今日就轉換性情 帶你去院子裡面畫畫吧 院子很大,畫家先生可能會迷路 失去方向的話會永遠在這裡徘徊 J5 我們終於走出那個輪迴 我們今天見到第五天了 開始下雨 開始下雨 拿傘啊 呃 在等什麼?等著傘啊 對,沒錯沒錯 畫 汪汪汪 在雨水將我融化之前 請你 在雨水將我融化之前 拯救我吧 欸,傘 傘 傘 呃,綠傘 蒙對,什麼蒙對 我剛剛就已經講綠傘了 你媽蒙蒙蒙你才蒙咧 在那之後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嘻嘻 一生不變的話 是不是讓你感到很無趣 我倒是覺得沒有什麼 畢竟已經習慣了 絕對不是忘記怎麼走 絕對不是喔 欸,她這個找藉口的方式跟我有點像啊 還是說,畫家先生想要引導我前進 話說,那個女孩做的還算不錯喔 你問什麼做的不錯 當然是遵守主人的吩咐啊 她每天都穿同樣的衣服 書同樣的髮型 戴同樣的花朵 還會定期去採摘姐姐喜歡的花 記得晚上要去唱安眠曲 唉呦 這些話你不要到處亂講啊 那種花需要我們打理 你也要好好記住去花壇的路 從後門出來 朝著右手邊紅色的椅子直走 紅色椅子直走 右手邊紅色椅子直走 走到附近可以看到一個綠色天使雕像 在順著他指的方向前進 紅椅 紅椅綠天 對 就是拉弓的方向 紅椅綠天 然後右邊有一條小河 河上架著兩座顏色不同的橋 直接過地座橋 走第二座黃色的橋 直接越過地座 要走第二座黃色的橋 走到綠色就完了 過河之後就可以看到 開著盛開的蘭花 好 可以可以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沒記錯的話 他說這裡有一個方向 對不對 我們先看一下有沒有東西可以拿 窗戶 好 還沒準備好要畫什麼 打不開 王冠 嗯 欸 吹喇叭的天使嗎 秋比特嗎 天空嗎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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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椅子 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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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椅 紅椅綠藍 然後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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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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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會有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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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吧 欸打不開啊 橋 呃 橋啊 我需要橋啊 欸欸這個這個這個西裡面這裡有橋吧 對不對 這有橋啊 對啊這幅畫就是 對啊借用裡面的橋 沒錯OK 這樣就搞定了 好 我們可以夠了 而且他還是還有一個蘭花蘭花嘛 是不是 OK 沒事沒事沒事 好 仙椅子啊 仙椅子 紅色的 紅色的bench 仙椅子 抵達第一個路標石不要跟丟我 哦 右邊嗎 休息一下繼續前進吧 然後 呃 這個 綠色天使 稍稍稍稍等一下休息的話是禮儀的基礎啊 幹嘛我要死了哦 哦沒事沒事 對對對 然後再來是 他說越過第二個 首先要先找到地座橋 等一下他說 第一座是綠色的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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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二座是黃色的橋 掉一條 可以可以可以啦 啊 可不可以 哇 扭 所以第二座 第一座橋不用畫哦 查掩 沒勤調再畫起來 怎麼這樣講人家 網絲 ヾ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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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ヾ LAaxn 竟然是要直接画正确球 还是会等他喝完 那么喜欢情调 那你慢慢喝啊 好 没有两座都要画 两座都要画 因为你画画会累 你画画会累 哦 懂 这招不错 他这他这个他这个设计 我觉得是好是好的是好的 确实确实 绿桥 好 这怎么突然变法郎的音乐了 这这这这 OK 没错 没事啊 小事啊 小事啊 你看这种花 只在这个角落绽放 盛开花朵 似乎和他法式用的花是同一种 彩新的 然后要给他上色 嗨 嗨 不会啊 我帮你画就好了 帮你画就好了 我知道 不用 我帮你画 你这花就是红色的 彼岸花 一定的啊 一定的啊 身为一个直播主 不在台前开启 不在开前打电动 就是不同快 不不不不不不爽快啊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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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看看看看看看 屁啦 太快了啦 放屁 最好是 等一下 阿咪啊 这跟拉霸机一样啊 看 看 转把机晒霓虹灯 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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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饼手快 简单 完全没有 没有难读 请 呗 呗 哈哈哈哈 啊这位 这位 这位 这位假育小姐 不好意思哦 你没有那么多肉论令哦 乃书啊 轻松啊 其实我刚才看准 其实我也没有真的很害怕 我只是秀出 一般人看到的样子 带上去也是有技巧的 啊不是就带上去而已吗 好 好 接下来东西不想要给我看 绝对不能偷窥 干说不要就是要啊 嘖 干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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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怎么办看吗看不看要看吗 要看吗 可是看了有可能又要再再转一次哦 看吗 我觉得接下来我预告等一下留言就是一定是怎么看啦哪次不看什么之类的 看吗 看吗看不看要看吗要翻吗 偷看一下好在意哦 好在意 好在意哦 不能看也不能看是不是OK 没得看啦没得看啦 不要看 哦不看不看不看都不看 我睡不着 昨日傍晚看到的那幅光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喂 怎么样都无法在草头上还原晚霞和当时的塔 最终只能离开房间 当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宅地中堕布时 突然感到走廊前方有人 随后我就看到他推开了一个房间的门 庭院中采摘的兰花 别在他左侧的绣法上 他进入的 是那位老人的房间 老狼的房间 那不就是他吗 老人的房间我记得是这一间 就是这间 门打开了一条缝 偷看 急啦 我本来想要装作没有看到的 但抑制不住好奇心 便趴在门上倾听里面的声音 门的对策传来了尾弱的歌声 是他唱的吗 如果这个时候 知道门上了锁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犯下那滔天大错 我战战兢兢地顺着门缝 窥视 炉火的温暖的火光照耀着墙上无数的他 两个内影子在墙上摇曳者 仿佛是在守护他们 那位老人在暖炉前 圈缩着身体 仰卧着进入梦乡 触操的手指 抚摸着那朵兰花 那朵别在他头上的兰花 为老人提供西枕少女 把手搭在老人的脸上 并轻轻哼唱着歌谣 是安眠曲 我看不到少女的脸 但她的动作充满了慈慈爱 甚至让我产生错觉 面前的二人是圣母圣子下凡 我似乎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然而她却 哇哇哇哇哇 这只是吊人胃口 吊人胃口 这已经是我来到这里的第六天了 窗帘透出 阳光淡淡的色彩 连下了好几天的雨 终于停了 此时已是晴空万里 房间原来那么昏暗 而她蜷缩在 床上不肯露面 即便如此 我还是依靠 硬刻在脑海中的行径 勉强完成了草图 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 她来到我的画布前 好像很在意肖像画的进展 对着一脸不爽的 窥视画布 好像马上就要挥拳揍我的她 我说出了那句话 哇哇哇 都有颜色了 画家先生 在这里已经地裂天了吗 你帮我画了许多东西呢 多亏了你 我有这么多美丽的色彩哦 她眼睛还少一点 最后感谢 最后就让画家先生 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吧 没错 今天是最后一天 Day 6 多亏了你 我想起儿子里面有什么了 看这些额氏很美吧 是我从储物室中偷偷收集起来的 在哪个行呢 对了我之前一直对你发牢骚来着 那么在最后 让画家先生自己来选吧 我超温柔的对不对 哇有四个额氏 贝壳和额环哦 第一个是贝壳 第二个是海螺 第三个是鹰贝 第四个是险壳 那么 画在我的诱饵 我觉得这应该四个感觉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哦 盘子不见了 感觉是会有不一样的结局的 门应该都开了 好 诶 诶 那个皇冠 打不开 好 好 来 记得画在诱饵 记得要画在诱饵 诱饵不是这一耳吗 这一耳才是诱饵吧 这左耳诶 诱饵在这啊 等一下你要转头过来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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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 诶 诶 到了这部还想巡视的 诶 啊 什么 啊 啊 什么意思 哇哇哇哇哇 为什么死掉了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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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哦 对啊 对啊 他这怎么画又 要怎麽樣在不轉頭的情況下畫幼耳 鏡子嗎 鏡射阿 蛤 乃酥 沒問題喔 輕鬆 沒有難堵 好 OK OK 花 來阿 畫在下方就好 把幼耳切下來 鏡子阿 鏡子當然是要白色的吧 嘿嘿 還在小小手段嗎 出現了吧 對吧 這樣做真的很不好 哪會不好 呃 呃 白色 好看 好看 好看好看 這件事是秘密喔 只屬於你和我的秘密 哪怕 因為我哪怕改變一點點 都會被狼狠狠罵一頓的 精心打扮過後就很想出門看看 現在這個時期 山野的顏色一定很美吧 我還想去海邊玩 撿好多好多貝殼 不過我做不到 不管是海水還是海風 都對畫布有影響 已經這麼晚了嗎 差不多到回家的時間 蛤 真的耶 等一下等一下 但是他的故事還沒結束吧 牆上出現一道門 這門的花紋我見過 呃 有點像寶石的花紋喔 我靠在走狼 在牆壁上 瞬瞬瞬嘆了一口氣 他被我惹毛了 將我趕出 他被我惹毛 將我趕出來 不過這是我活該 畢竟我只是個與他相處 才短短六天的畫家 而且我當時在想什麼 怎麼可以對年輕女孩說這種話呢 他一直妨礙作家 製作肖像畫的理由 在聽用人們的嫌言嫌譽 進行了推測之後 我再昨晚確定了 他是個替代品 只是替代早已死去的老人的姊姊 為了消除對死亡的恐懼 老人一直追求著 姊姊那美麗而溫柔的幻影 哇 這好像那個空簡喔 最終他縮養了這位 和姊姊長得一模一樣的少女 少女則嚴格地 按照吩咐 穿著和姊姊一樣的衣服 戴著同樣的花朵髮絲 每天晚上 哄著弟弟睡覺 但老人真正追求的是 他記憶中年幼的姊姊 因此想要衣服肖像畫 如果令老人 滿意的肖像畫真的完成 隨著年齡增長 少女對老人就沒有價值 這樣的話 他又要重新過上無依無靠的生活 所以他把房間弄得很暗 讓畫家們提無理的要求 和畫家們提無理的要求 不讓他們做畫 然而他沒有注意到 他擁有獨一無二的鮮艷色彩 擁有獨一無二的價值 在那晚霞中 他所展現的美麗 至今的烙印在我腦海中 他的存在 應該會給我昏暗的畫面增添色彩 因此我想讓他 房間那邊突然喘出了一聲 悶響 那是什麼東西掉落的聲音 呃 我不管他會不會拿東西砸我 直接退開了門 和前天一樣 這裡被夕陽廊罩著 窗戶也開著 不過我沒看到他 整個房間只有散落的畫稿 他又被夕陽染成紅色的窗簾 隨風飄蕩著 不會吧 跳下去了 姐姐她 是從那個屋子的窗戶掉下去的 不想預感 使我快步跑到窗前 閃耀的夕陽 讓我感到頭暈目眩 眼下的花壇 瀰漫著刺眼的血紅色 啊 我都不敢再往下想了 為什麼 會這樣 我 我都幹了些事嗎 被用人們 七瘦八角地搬回房間的少女 已經奄奄一息 床被鮮血染紅 在場的所有人都知道 已經無忌可食 用人們露出盡控於好奇的表情 小聲討論著 他們認為這個房間被上個主人詛咒 但先生的弟弟 那位老人 看過床上的慘狀後 沒有露出絲毫的慌亂 只是靠著打開窗戶 帶帶著凝視者即將退去的晚霞 粗糙枯燥的手 抱起了滾肉在窗房間角落裡 那個空空如也的鳥肉 過了一會兒她走到窗邊 把無力的少女 把無力的少女 從床上拖下來 坐在了花布前 用人們發出了尖叫 因為她已經和人偶一樣了 頭部 手 全部都折彎了 快化 我的小鳥從窗戶飛走了 因為我為了她 為了為她打開了鳥籠 為了不停哭喊的我 姐姐探出身子 想要伸手去抓樹枝上的小鳥 呃 看 原來她姐姐是為了她 所以是她害死她姐姐的 我美麗的姐姐的頭和手腳 都如同乾花一樣折彎了 如同吞色的晚霞的天空 一般染上了紅黑色 接著又變得一片蒼白 那一瞬間的美麗我無論如何 都想要再看一次 哇幹 超變態 快化 在這個女孩的色彩快吞去之前 看 啊 把這一瞬間的美麗 封印在花中吧 啊 幹 超可怕耶 哇 超可怕耶 其實 這個老師是什麼鬼 我姐姐她才不會帶這種東西 啊 被拿掉了 姐姐她帶的一直都是 我用庭院中的花 製作出了佐裂頭飾 天哪 這個變態變態老主人耶 幹 太可怕了 必須畫出這一瞬間的美 幹 太可怕 太可怕了 天哪 難怪那個畫一開始黑色然後 咬咬咬的 我是什麼時候回來 這會發現老人呢 她呢 眼下只剩下 原本是那一位少女的小想畫 一層又一層的色彩完全混在一起 已經看不到原型了 這比我畫的任何畫 都還要昏暗和沉悶 如今這股沉悶感 依然剝奪著曾經屬於她的色彩 西黑色的畫 是來自她的憎恨 也是我的後悔 我決定將她永遠保存在畫室的地下室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的她還活著 僅存的那一隻眼睛 一邊虛弱的眨著一邊看著我 那被血水和夕陽鑄造的赤色眼睛 我至今 至今都無法忘了 好可怕 在那之後不知道過了多少年 上個年紀被冰痛折磨的我 清楚地感受到那個老人害怕的東西 盡在咫尺 直到最後一刻 我的畫也仍然毫無神器 在幾所的工作室和地下室 在那昏暗的房間的畫布上 她還存在著 我沒崩遵守合約她的約定 我手中的畫 我手中的筆 什麼都已經畫不了了 然而如果 沒門了 現在已經沒門了 畫 先看 沒有訊息 沒有訊息 完全顛倒的樹 我沒有東西可以畫 我是不是要先離開啊 後方傳來的聲音 畫面一片雀黑 感受不到任何氣息 後方傳來的聲音不就是這個聲音嗎 4啊 1 2 3 4 欸貓咪 等一下 喔在這在這 這裡有一個貝殼爾士 貓突然消失了 呃 最後的畫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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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白色的 嘿咻咻 你又來真是奇怪的畫家 明明好不容易才睡著的 所以我救了他 第七天 睡著就叫醒我 醒了又讓我睡 畫家你真的是沒有節操 多虧你我想起來了 想起來那位畫我的畫家 以及和他度過的七天 問我為什麼從那裡的窗戶掉下去了 掉下去的不是我 是那個身為模特的孩子 我只是隔著畫部看到一切而已 肯定是什麼姊姊大人的詛咒吧 這孩子肯定和他一樣從窗戶摔下去 摔死了 住同一個房間穿同樣衣服 擺出同樣的舉止動作 最後也迎來這樣的結局 開玩笑 畢竟和其他人描述的死相 實在是太不好意思了 我做不到 更何況是那種愚蠢的死法 自從那時候 我身上都出現多重顏色 我在黑暗中待了很久 不知不覺就淡忘了一切 比如我為什麼被畫出來 是誰畫了我 身為模特的那個女孩 當時在想什麼 在某種未滿足的欲望 讓我痛苦不已的時候 我產生了我還沒有完成的想法 於是我就不斷詢問 出現在我面前的人 是的 我的手法有些粗暴 這點我道歉 肖像畫應該像個肖像畫一樣 和那個身為模特的女孩 做出相同的反應 結果一個不小心 用力過猛 沒錯 你和他很像 比之前來的所有畫家 都還要沉默和陰暗 過去的六天只能交出草稿 而且詮釋有關夕陽的昏暗風景畫 光是看到這些畫 我都覺得自己變得昏暗 而那個傢伙卻一邊給我看草稿 一邊說工作結束後 也要繼續畫我 那個畫風昏暗的人 居然想要讓我當他的專屬模特 不要臉也該有限度吧 因為太生氣了 我就把草稿都丟在地上 把他趕了出去 喔對 不是我 是這個身為模特的女孩 但是這個女孩她是沒有惡意的 畢竟她在鏡子前 哎呀 兩粗粗女的秘密是違反 禮儀常識的 直到現在我心中 都被她昏暗的色彩佔據著 那個女孩還有身為她肖像化的我 曾經讓她痛苦萬分 現在這一切要有個了斷 你的本事的確是一流的 你自己的原創作品 一定可以讓世人喜愛 自信一點吧 畢竟身為名化的我都認可你了 寬闊美術館的某個房間中吧 水鍋點心紅茶的話 還有作為我交流對象的小鳥貓咪的話 全部嘛 要分開擺遠的一些 啊 頭啊 斷了 光線充足會影響我睡覺的 讓我永遠醒不來的昏暗展示中 呃 好 好 晚安 呃 呃 好 那不就是這一間嗎 欸 我要走了是不是 對啊 捨不得走啊 捨不得走啊 我胸口疼得很厲害 此時外面已經天黑了 此時外面已經天黑了 我總算走到了門前 然後用站倒的手 打開了上 上著多重手的那道大門 我和他做過約定 如果他 如果你絕對能在等著我的話 呦 老搭檔 最近過得怎麼樣 還沒有構思出新作品嗎 好不容易 租到事業好的房間 你卻不打開 太下風景了 這樣正好 我今天來這裡是想跟你看一幅畫 呃 呃 靠 我交給了下一個人喔 蛤 蛤 還是下一個人 交給了我 蛤 等一下 手機 5點32分 呃 呃 這是怎麼一回事 上面裡面有一個女孩啊 蛤 絕對不像這樣一片絕白 因為突然射死很多地方裂開了 沒有做過保養才會這樣 可我把想要大賺一筆 蛤 什麼 夕陽 然後他就出現了 即便這份工作 即便這份工作結束 我也想繼續畫你 把你畫在山川間 海岸上 各式各樣的風景中 會自獨一無二無可取代的你 希望你能讓我畫出 你在西洋下欠你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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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後他把這個這個窗戶西洋打開才看得到他 阿摩 有一點點 就是 這個畫家 算是愛上 愛上他嗎 就是愛上她 她的這個特色嗎 小品小品的 但是我觉得呈现出来的内容 跟那个故事概念是感人的 就是感觉很适合 感觉好像蛮适合做成 就是小小小短片的影集是这样 画家是M吗 没有画家就是看了画之后 整个爱上了 太美了 太漂亮 所以就想要 就是你的 你这个画面太美 我想要 把你这么优质的 这个状态 画在所有东西上面 这样 哇 哇 不过没有想到 他这样子七天 其实也要花个两个小时 跑不掉 镜子 镜子 最后面的这个呈现方法的尾段 这个我觉得还不错 但最可怕的罪魁祸首 就是那个老主人了吧 哇 好悲哀哦 不是好悲哀 好悲伤哦 真的很悲伤 这个妹妹 模特妹妹很可怜 原本的姐姐其实也蛮可怜 说实在 他把草稿都剪 啊 因为他去剪最后一张 所以他掉下去了 因为他想要把那个草稿留下 救命啊 姐姐不能 你要说是老主人害死 也不完全是 就是因为他 因为他一直在哭 姐姐想要帮他把小鸟抓回来 所以姐姐摔下去死掉 然后现在这个模特的女生 他其实也不是想自杀 他是想要把那些草稿 他这个画家帮他画超高 他觉得他画得很好 他想要留下来 但是有一张飞出去 所以他就去剪 结果剪出 要去剪的时候 结果不小心摔死了 对 但是这个老人确实是个变态 没有问题哦 弟弟是个变态 哇 天哪 原来他摔下去的原因是因为 啊 所以他后面这个后继 小彩蛋 他是有在交代这件事情的 他是有要交代他 他为什么会摔下去 哇 天哪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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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我最开始就提醒过你 强光是画的天地 你啊 真是一个过分的画家 不过 今天在夕阳下的我 很漂亮吧 嘻嘻 哦 那个人 那个人 也能看到这一幕吗 哦 因为他最美就是在夕阳下 所以他把夕阳 他把窗户打开 所以说他可能强光对画会 伤害会消失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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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for drawing me 哇 哇 耐人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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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变成这样了 变成这样了 展示室 哦 酷酷酷 小秘秘 收集率38% 死亡事数25次 这是什么小秘密 看样子你打通了游戏呢 恭喜你 不过 你在游戏中死亡事物还不太够 如果你之后收集了所有的死相 记得再来找我 我会告诉你一个非常特别的 关于游戏的鬼故事 真的假的 竟然还有彩蛋哦 剧情蛮完整的 而且后面下的 最后这一首下的我觉得算不错 算蛮猛的 就是 那个最后找你来画的这个老富豪 是个死变态 这样子 病态啊 病态啊 他姐姐为了帮他抓鸟 摔死的这一幕 竟然对他来讲是极其美丽的 这件事情 哇真的非常恐怖 非常可怕 对 非常可怕 日前谈 哦 酷酷酷酷酷酷 一定要死亡全收集吧 哇 这个死亡全收集 他48种 我还有 我还有23种 还很多 死亡紧急 真的 你看还有很多 翘首旁观片 他都有写出来 好酷哦 那就是各种失败吧 污秽 饿死 撑破 剥脸 干燥 入土 冻死 哦 这是第三天的 第三天我几乎快死光了 死全了 死全了 老化乐器 人皮 人皮断碗 骷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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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装 邪雨 失血 哦 第五天完全没事 逆亡 逆转 生锈 邪海 黑暗 哦 酷耶 哦 好这个我们有空 我们有空再收集 再收集全要素 好今天很顺利 把这个末路调射板 顺利通关完 我觉得故事是一个 我觉得故事很不错 然后 我觉得蛮适合做成动画的 就是这个故事的路线 但是好像比较少故事 会做成这么可怕 我觉得很适合 就是 漫画 像进截剧的那样 可怕可怕 然后 小短片 小短片的那种感觉 但是因为我觉得重点是 他要交代那个 他在讲主线剧情的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 交代说 为什么要一直画肖像画 为什么要画肖像画 然后 是因为 一开始是因为老主人 对于姐姐的思念 然后会觉得好像很感动 什么之类 然后但后面再下这一笔 然后最后下这一笔 发现老主人可怕的地方 然后再 再回推到 画中的这个模特的 这个这一幅画的女生 跟 最后一个画他 成功画他画家的 他们之间的那个情感跟羁绊 然后画家的 画家的遗憾啊 痛苦啊之类的 然后 发生的意外这种事情 我觉得真的不错 虽然不是故意的 但真的下手很重 对啊对啊 真的是 真的是不错 我觉得真的不错 我觉得不错 蛮不错的 对 感觉很适合瑞塔玩 可以哭一波的那种 如果大家想要看瑞塔哭的话 可以叫他玩 应该可以 但他应该没有 他后面应该没有看 我在猜 所以他这个后面 这个我觉得还不错 蛮适合他的哦 这个路线适合他的 好的 那今天呢 顺顺利利的 把这个末路调色版完成 喜欢 感谢这个 蒙肉月光仙子 赞助播出的游戏 那今天 星期四 明天就要星期五了 又要放假了 这个第二周 2024年第二周要来了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 设培台 有声设培台的游戏进度呢 清仓游戏进度呢 到最高一段落 那接下来呢 会即将进行我们的这个 热肉时代广场的部分哦 大家可以尽情的享受 尽情的享受 尽情的游玩 那这个 等一下我看一下哦 哎 我这我是要怎么开 我应该是这样子吧 对 好 那这个 待会大家就各自偷心 那我们有空 有时间 再回来稍微小偷心一下 看是玩点别的游戏 或是干嘛之类的 感谢大家 那大家可以尽情开始享用这一切啦 那我们有缘线上再见啦 感谢大家 大家加油 上班上课的朋友们 加油加油 我们有缘线上见 拜拜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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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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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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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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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